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ategory 是Categorical Independent Vertical 大家知道Category是什么意思吗 Category 是项目 分类 Category 一个Category 一个Category 你可能有好几个Category 好几种不同的类别 好几种不同的项目 所以Category讲的是像类别 那么形容词就是类别 可以用来当作分门别类的自变数 可以用来分类的自变数 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分类的很简单的分类的概念呢 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 如果E0 如果 X等于1 代表他是假班 X1 X如果等于0 代表乙班 X1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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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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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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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最右手边那一行告诉你 花了几个小时 几个工作小时 把车子维修好 然后让你再车子开出去 那么第一部车花了2.9个小时 第二部车花了3个小时 其他一此类推 那么每一部车进来呢 不外乎两种问题 第一种问题是electrical 电路方面的问题 第二种问题是mechanical 那是机械上头的问题 所以每一部车进来 它都把它记载下来了 这部车子呢是什么问题 electrical mechanical electrical mechanical等等之类的 那么还有一个自变书呢 是month since last service 自从上一次来了以后 隔了多久 今天又再来了 间隔多久 自从上次维修以后 到今天过了多久时间 才又来了一次 这个时间长度如果越长的话 代表这部车子 越久的时间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维修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概念 所以多久没有维修了 第一部车子多久没有维修了 多久了 两个月没有维修了 懂的意思哦 第七部车子多久没有维修了 九个月 九个月 所以啊 这个 这个变数啊 越大的话 代表这部车子呢 可能累积的问题越多 因为 没有维修的那个时日啊 越长 代表呢 它今天终于爆发了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大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自变书呢 抓住了 又在抓另外一个自变书 叫做Type of Repair 就是说 你这部车子是什么样的问题 是电路还是机械的问题 那么同学你们 不是练理工啦 这边有没有练理工的同学 我对机械方面比较了解 车子的机械问题比较难搞呢 还是电路的问题比较难搞 电的问题比较难搞 还是机械的问题比较难搞 都难搞 所以你们今天才来练管理 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不太通理工的同学的话 平常不碰车子 不碰机械 不碰电器的 大概 我发觉这个东西都很难搞 但是我跟你讲 汽车维修工人 他会告诉你 你这部车子 你这部车子一看 电的问题的话 哇 头大了 如果是机械问题 哪边漏油 哪边漏油 就是那个漏油 就是漏油地方 把它拆下来一看 坏一下就OK啦 电的问题啊 难哦 车子发不动 发不动怎么办 你看 这个钥匙一转 没声音 没声音的话 你发现什么问题 那还简单 发动器问题 电的问题 可是哪个地方电路锈抖呢 问题是哪个地方锈抖 我们都知道是脑部锈抖 才是锈抖 但是车子呢 每个地方都很锈抖 那你只好乖乖的 拿那个 拿那个叫什么 那个电表 一个一个 哪个地方 就去测试 要测很多次 才能够抓出 哪个地方锈抖 你知道吗 哪一段要换 所以啊 一般来讲 那维修工人 如果碰到电的问题 都头大 所以电的问题难搞 机械问题 就直接看嘛 目测就可以知道 看得到 哪个地方有问题 好 先来了解这个问题的 基本背景以后 我们现在看一看 710页翻过来 我们把Y呢 界定为呢 维修的时间 维修的时间呢 是上一次维修 间隔的时间长度 来当一个质变数 所以month month这个概念呢 这个质变数就是 解释 上一次维修以来 到今天为止呢 间隔多久没有维修了 间隔多久没有维修 month 如果只抓month 这个质变数 来解释 时间的话 维修时间的话 你看他解释的好不好 53.4%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 把刚刚那个数据啊 把刚刚那个数据啊 拖鞋看一下 709月底下的那一个数据 如果 X1 X1 当做months since 上次维修 上次维修时间 多久以前 当做水平变量 why is repair time 修车时间 现在你把这十部车子的 把它标出来 你不要再把它标一下 你发觉会得到像712页 712那样的一个情形 就像这样 你看到这样的图啊 这样的scatter plot 这样的散步图 你很想说 好吧 那我就画一条线 我就画过去的 我画过去以后 我发觉 你看看 你看这EI 到不到 整个这样的图形 来看的话 你研判一下 R square 会多高 大概0.54而已 因为它上面写的0.54 但是事实上 我们用目测 也可以约估一下 绝对不会0.7 这0.5而已 了不起0.5而已 那0.6当然不好啊 怎么办 你批评加一些致边数下去吧 你加了100个致边数 终于冲到0.9了 哇你看我模型多棒啊 可是对不起 你灌水啦 你抓那致边数不怎么样啊 不好啊 我们要的是什么 抓一个比较准确一点的致边数 真的能够去解释 维修的 所以呢 人们就在想说 你想想看 如果你把它当作 同一种类型的 来研判它的话 你只找一条致边数穿过去 你发觉那EI都蛮大的 现在呢 思路改变 思路改变 你发觉 你一直在想的 奇怪 这些数据看起来好像不是同一笔数据 好像不是同一种类型的车子 好像隐隐约分成什么 分成两类 这边一类 这边一类 所以为什么啊 课本啊 一直叫你们要做散步图 为什么 一直很简单的叫你们做 scatter plot 看到没 你们不要以为 scatter plot很简单的东西 好像是觉得 太对不起你们的学问了 怎么这么简单的事还叫我们做 我跟你讲啊 不要小看 目 侧 你用眼睛 用人类的这种 独特的一种灵 灵感 一种视觉 产生一种智慧的认知 你用眼睛去感觉 用你感官去发觉 你发觉 看没 两组东西嘛 你为什么帮同一组呢 你当同一组来看 当然就不好了 你把它分类 你会发觉 我把它分类以后 我就可以得到了 很好的结果 所以你光只是看 709月底下1515的那个table来看 你用数字来看 你看不出来 可是你用几何 输出图形 反而能够勾起你很深的灵感 很深的一些见解 好 这么一来的话 怎么样呢 去让它能画出两条线出来 所以显然呢 这里头必须要放一个什么东西 放一个categorical variable 进去的 这个categorical variable呢 就成这样过来了 它就再放进一个categorical variable 同学你看 它在710页底下 那个table 它就把 就把 mechanical 界定为0 electrical界定为1 所以 紧接又要再介绍的 第二个字边数进来 这个 第二个字边是type of repair 1010这样子 放进来 所以你的数据 不再只有一个了 不再只有一个x1了 你可以把 十笔资料呢 每一笔资料呢 都增加了一个面向 就是它是哪一种类型的问题 那么 只是101010这样放进来 然后repair time是y x1能能保持是month 上一次维修的时间 然后呢 把这个x2这个面向放进来 加到minitab去跑 得到711页 15-8的那个 那个报表出来 你会发觉 在这个报表里头 你得到的结果 r2要升到 85.9 r2增加很多了 从53.4% 增加到了85.9% 那么如果从 回归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画图 你报表上面呈现的回归固测线 y hat是等于什么呢 拖鞋看是 0.93 3加0.388x1 加1.26x2 我们知道x1是代表上次维修间隔时间 x2代表你是哪一种类型的问题 跑得整个回归模型是这个样子 得到这样的结果 你怎么去解释它呢 我们说了 y hat 既然 x2是属于type categorical variable 我们就把它分类来看 好 x2如果等于0的时候 given givenx2等于0 y hat应该等于什么 y hat等于0.93 加0.388x1 对面等于0不见 y hat givenx2等于1的时候 0.93 加0.388x1加上1.26 所以等于什么 0.93加 1.26 当作它的常数项 再加上0.388x1 所以这两条线啊 后面这一项完全一样 前面常数项不同 6也不同 所以具体显示出来 这条线 还有另外一条线 先射箭再画把 射不中把把把移动一下 射中 看到没 就是这个意思 先射再画把 摆发摆中 没问题 所以我现在两条线 第一条线你看 是这个地方 0.93 这个地方是 0.93 加1.26 看到没 所以差别是什么 0.93 是它的y intercept 就是y拮据 然后这0.93 加上1.26 所以这一段呢 这一段是1.26 所以这一段是0.93 这一段1.26 所以这个高度是 两个相加 高度是这样 所以两条线 斜率完全一样 差别只是它的y解决 这就是你做所谓的categorical independent variable的好处 它可以把你的数据分门别类 那你得到不同样的结果出来 OK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发觉呢 你发觉它的EI 它的所谓的这个 你看它的error 你看 你看error是不是差很多了 原来的error像小黄瓜一样那么长 现在的error只是这样什么 像豆芽菜一样那么小 看到没 是明显是不是不一样 对吧 所以你把它加一个质变数下去 它的error变数小很多了 你如果没有加error下去 没有加那个categorical independent variable进去 你每一个东西啊 它的error都很长 所以从这地方确实可以看出来了 你加一个categorical variable下去呢 效果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所以 所以可以看一下 七百一折这边来看 那么 这个是categorical variable它的好处 这个例子很鲜明的 告诉我们说categorical variable 是已经变成一个必要的 一个工具 你如果想要很很精准的去描写data的话 很多时候你是有需要把它加以分类的 那如果就情况来看的话呢 Ey应该是beta0 beta1 x1 beta2 x2 Ey 当x2等于0的时候 beta0加beta1 x1 后面不见了 后面不见了 等于1的时候beta0 beta1 x1 加到beta2 看到没 后面 beta1 x1 那前面的拮据不一样 这个是同学们如果做有categorical variable进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再进一步加以分析的时候 就是把 把那个categorical variable去分类 等于1的时候情形如何 等于2的时候 等于0的时候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可以画很多不同的状况 有没有什么问题 beta2怎么算 beta2 beta2我不知道怎么算 我只知道怎么算beta2 你知道吗 这样懂了吗 beta2我不知道怎么算 抱歉我没法教你 在事业上也大概没有人可以告诉你beta2怎么算 可是我告诉你beta2要怎么算 好电脑 电脑可以帮你算beta2 没错 对啊 电脑就这样啊 这个也 教助教教教教教你们怎么怎么跑啊 就这样子 明天也会教你们做一些什么事 现在有没有跑电脑啊 我想想看报表像那边 像15至815至7 711页 711页 上面那两个报表 就是你beta2会跑出来的结果 十四张作业 你们今天交过来作业 有没有跑 有没有交 洪志伟有没有交 你有交 你有跑电脑吗 有 对啊 怎么还会有这种问题呢 电脑就会 自动会帮你跑 你一定有什么困难 对不对 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困难吗 没关系 说出来大家听一看 你说B0跟B1 B1怎么跑 怎么算 电脑帮我们算 大奶 这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关系 好我们看一下 有问题再发问 我们看一下 713页这边开始 再谈一下 你有其他 稍微复杂一点的一种 categorical variable的情形 您的时候 hm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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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跑电脑吗 昨天是跑什么 看一下 不过明天 我跟你讲明天 助教会教你们跑一些电脑 k个可以由k-1个categorical variable来表示 老比说 你现在有 A B C 三种状况 三种状况 你只需要拿一个 两个 就可以了 那我把它颠倒一下 不要跟各位同学 产生困难 A B C 三种状况 三种categories 我只需要找两个categorical variable就可以了 那怎么界定它 我说你有三种 我找两个 第一个 第一个我就说 是针对 第二个来表示 第一个是针对第二个来表示 第二个针对第三个来表示 所以第一个是1 如果是B的话 如果是非B的话 就0 第二个是针对C来表示 如果是C的话那是1 如果非C的话 那它就是0 OK 这样一来的话你看 A A的时候呢 X1是什么 非B 非B是0 X2是 非C A是非C啊 非C的 所以 X2就0 V的时候 对X1来讲的话 X2是对B 来表示 如果它是B的时候它是1 它是1 非C B是非C啊 非C的 C的是对X1 X1呢 是对B来表示 所以C的对X1来讲它是非B 非B是0 X2对C来表示 非C 哦它是C啊 所以X2是1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你们班上 你们班上 你们班有多少人 你们班 四十几个人 一班 一班是几个人 一号 一号 二号 三号 一直到了 还比说45个人 对不对 那我variable要用几个 我找45个人 我要找几个variable 四十四个 四十四个 所以X1 X2 X3 X4 一直到 X44 那 X1是界定谁 X1是界定这个 2 2是X1 2对X2来讲是非 1 非3 非4 非5 非四十 45 第三个同学 第三个同学 谁界定他 第三个同学是 这是X1界定他 这是X2界定他 这是X2界定他 这是0 然后这边是1 这边下来 全部都是1 其他都是0 那都是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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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X1呢 偷隆 非心非故 没有人界定他 所以X1拧了一堆鸭蛋 OK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你任何多少个类别的话 你都可以用比他少一个的 这样的category variable的表现 每一个category variable 都是1 或者0 1或者0 这样界定他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你可以看一下像我们这边 713页 这边所讲的例子 那么由于这样界定呢 你的 像刚刚这个case 的话讲 你的 E Y 是 这个 β0 β1 x1 β2 x2 是吧 是吧 那 你看看 E Y 当x1等于0的时候 当x1等于0的时候 再来看好了 如果是A的时候 A的时候是x1 x2等于0 所以当它等于A的时候 x1 x2等于0 y的期望值 y的期望值 在 第b种状况的情况下的话 b种状况是 x1等于1 x2等于0 x1等于1 x2等于0 x1等于1 x2等于0 c的时候是meta0 那这是0 这是1 加上beta2 这样 所以有分门别类的话 探讨的问题就很简单 就是分类 看哪一种类型的时候 你的回归方向式会变成什么 哪一种状况之下 你有三种状况 每一种状况 它的回归方向式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可以完全讨论 这是在做这个categorical variable的时候 会得到的一些好处